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属蛇在2017年可以说是非常好 它是在12生肖里面排名第二 财运排第一 工作排第二 所以整个2017年来说 属蛇的运气是比其他生肖好运的多 属蛇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强项 他会把所有他想做的思想 他想做的工作都隐藏在心里 他就等待这个机会 2017年就是属蛇把自己的思想 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的一个最好的年份 所以属蛇的朋友 假如你过去有一些思想 有一些思维上的一些策划还没做的话 在2017年就可以把它展现出来 那属蛇在2017年也要注意一个不好的心 叫做指背心 指背心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背后讲你坏话 就是讲是非 那这个是非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非常简单 属蛇做事情思想都比较快 它看不习惯其他慢的人 所以往往在公司之间呢 属蛇会变得不团结 这个不团结其实就导致别人讲是非的主要原因 所以2017年属蛇想要远离是非 最好的方法就是融入这个团队 而不是一个人做事 这是属蛇在2017年必须要注意的一个 指背心所带来的是非的一个困扰